亿万富翁夏令营 太阳股峰会汇聚各界名流 私人飞机大集合 导致机场交通堵塞 美国当地时间周三 有亿万富翁夏令营之称的太阳股峰会拉开帷幕 来自科技界 传媒界 金融界 体育界的各界名流 齐聚爱达和周小镇太阳股 上演了一场亿万富翁大聚会 太阳股峰会由投行艾伦公司Allen & Company举办 每年一次 能够吸引各个行业的大约300位重量级嘉宾参加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科技领域的高管 太阳股峰会将举办演讲 分组讨论 圆桌会议等活动 供行业高管们讨论热门话题 这场峰会也为高管们达成新交易 提供了一个平台 很多交易往往都是在会议举行期间秘密达成 例如贝佐斯收购华盛顿邮报 迪士尼收购美国广播公司 此次峰会将在太阳股小屋酒店 Sun Valley Lodge举办 科技大佬是太阳股峰会的主要嘉宾 库克已是太阳股峰会的常客了 他每次参会几乎都带着苹果服务业务高级副总裁 艾迪库伊 艾迪库伊 目前负责苹果 正在力推的流媒体视频服务Apple TV家 可能会在峰会期间与传媒界大佬磋商交易 OpenEye目前红透半边天 是AI热潮中的代表公司 所以阿尔特曼的出席也在情理之中 AI预计也会成为此次峰会的一大热门话题 除了科技界的大佬 其他行业的大亨也纷纷到场 包括股神沃伦巴菲特·沃兰 巴菲特·迪士尼CEO 罗伯特·艾格·Robert·艾格 NBA总裁亚当·肖华·Adam Silver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Raymondo 艾格首先在太阳股峰会上宣布了一件大事 他将继续担任迪士尼CEO 合同延长到2026年底 知情人士称 科技领袖们将在此次峰会上 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讨论规模为520亿美元的 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 该法案旨在加强美国国内的先进半导体制造 此外 与会嘉宾还将讨论印太贸易问题 这些大佬们各个身价不菲 私人飞机也成了他们的标配 太阳谷的机场 名为弗里德曼纪念机场 Freedman Memorial Airport 平时这里每天只有44架飞机起降 但是去年 在太阳谷峰会举行期间 该机场每天要处理300多个航班起降 2021年 由于弗里德曼纪念机场 塞满了私人飞机 美国联邦航空局被迫推迟了抵达航班 直到机场有空间容奈更多飞机 在周三峰会开始前 弗里德曼纪念机场 已经开始出现交通延误的情况 据航班跟踪网站FlightAware报道 截至周二下午 该机场的抵达航班 平均延误时间大约为1小时55分钟 但是出发航班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自周二上午以来 已有40多架私人飞机 在会议开始前 飞过太阳谷附近的弗里德曼纪念机场 并有至少100架飞机计划在周二抵达 大多数抵达航班由私人包机公司Netjets运营 该公司是世界上机队规模最大的公司 拥有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飞红喷气式飞机 和美国私人飞机制造商塞斯纳的Sightation喷气式飞机 以及价值7500万美元的庞巴迪环球 7500公务机 超级富豪们通常会使用Netjets等私人飞机运营商的飞机 因为这样会使得他们的位置很难被跟踪 自2017年以来 库克一直乘坐包机参加太阳谷峰会 而不是公司的公务机 苹果此前表示 这么做事基于我们的全球形象 和库克作为CEO的高度可见性很容易被认出 为了保证安全和效率